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高盛协助伊马公司发行的65亿美元债券中 其中的40%或26.27亿美元资金遭私吞 美国当局正在调查高盛在此债券发行中是否知情不报 据路透社报道 高盛驻香港发言人拒绝就此事发表言论 只是高盛集团在上周略有表明 他们不知道上述伊马公司资金最终被转移作为其他用途 如果你因为手机通讯程序WhatsApp早前新增了加密技术 而觉得可以更加畅所欲言的话 那专家现在就要告诉你 这可不一定哦 有IOS研究员表示 骇客还是可以透过保安漏洞 在云端 也就是iCloud的备份中 找出苹果手机用户以删除或存档的WhatsApp聊天记录 美国网络版专家资奇亚斯基指出 当手机备份时 会同时将一份通讯记录副本抄在WhatsApp书记库 那就是说 iCloud及桌面电脑都会有备份 不过 iCloud是没有加密功能的 因此骇客可利用此漏洞将用户的通讯记录修复和还原 有间于此 他指出 磁宝漏洞更可能会延伸一些法律问题 资奇亚斯基称 目前用户唯一可以彻底清除聊天记录的方法 就是将整个应用程式删除 接下来是一则国际消息 美国德克萨斯州30号发生一起热气球着火坠毁的意外 16名乘客全出罹难 这意外发生在当地时间周六早上7点40分 热气球当时正前往一个旅游景点 原计划飞行一个小时 不过却在奥斯丁以南约50公里处失事 当地媒体透露 热气球事发后降落在一个高耸的高压电线塔下方 事发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而警方目前也正在确认死者的身份 据知 这起意外是自埃及陆克索的热气球爆炸19人死后 史上第二严重的热气球意外 请不到此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